你知道吗,你日常使用的APP,可能正在搭取你的个人信息。 近日,又有40款APP,被中央网信办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、市场监管总局、四部门点名,包括疑人带、善备单词、起点读书等。 是不是有你熟悉的?太多APP在暗度陈仓。 根据关于开展APP违法违规收及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的公告,受中央网信办、工信部、公安部、市场监管总局委托、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、中国消费者协会、中国互联网协会、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成立APP专项治理工作组, 对用户数量大、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APP隐私政策和个人信息、收集使用情况进行评估。 此次被点名催促整改的40款APP如下。 就有30款APP,因为违反网络安全法,被该APP专项治理工作组点名要求整改。 这30款APP包括,中国银行手机银行、探探、人人、春雨医生、运达知名软件。 全名单位,除此之外,工信部在本月公布的,2019年第一季度,电信服务质量通告显示,网易考拉、小红书、饿了吗、学儿思等,都在用户个人信息上存在问题。 通告晒出了检查结果,APP偷偷收集了什么? 据中消息去年年末发布的百款APP个人信息收集与隐私政策测评报告,十类APP普遍存在涉嫌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,APP Store下载渠道与安卓市场下载渠道,在信息采集类型,和隐私政策方面,无明显差别,金融理财、邮箱云盘类APP评分相对较低。 报告显示,这十类APP中,多达91款APP列出的权限存在涉嫌越界,及59款APP涉嫌过度收集,28款APP涉嫌过度收集,23款APP涉嫌过度收集,22款APP涉嫌过度收集等。 报告还指出,在隐私政策方面,47款APP隐私条款内容不达标,其中34款APP没有隐私条款。 个人信息被收集后拿去做什么? 贷款数据比较值钱,一条信息至少5毛以上,其他类型的信息则是1、2毛。 根据中介描述,这些信息来自一些APP,中介方已形成数据库,需要的话,可以向他们购买。 APP违规收集个人信息,将对消费者权益,造成哪些损害? 相关律师解析,首先,有的企业将个人信息作为企业数据资产,收集个人信息隐蔽长期,但许进不许出,注销账号和删除个人信息难。 在这种情况下,一旦遭遇黑客攻击,后果不堪设想。 其次,通过APP尽可能多地收集用户信息,会制成用户下项,从而实现广告精准推送。 按照规定,投放此类广告,可事先不经用户明确授权,不过多数APP都不会明确这一点。 最后,也是更为严重的,就是如上述调查所显现的,企业将用户信息打包出售或用户信息经公司内鬼窃取售卖,被不法分子利用。 从这些情况来看,可以说,天下苦此问题久矣,值得注意的是,中央网信办,工业和信息化部,公安部,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推进的, APP违法违规收及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行动。 该专项治理行动,将贯穿2019年全年。 治理明确指向这些问题,一APP运营者对获取的个人信息安全负责,不收集与所提供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。 二收集个人信息,要以通俗易懂,简单明了的方式,展示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,并经个人信息主体自主选择同意。 三不以默认,捆绑,停止安装使用等手段,便向强迫用户授权,不得违反法律法规,和与用户的约定,收集使用个人信息。 四倡导运营者,在定向推送新闻、实证、广告时,为用户提供拒绝接收定向推送的选项。 据悉,此次行动还拟推进建立APP个人信息安全认证制度,将按照APP运营商自愿申请的原则,由具备资质的认证机构,依据相关国家标准对APP收集、存储、传输、处理、使用个人信息等活动进行评价, 为符合标准要求的产品颁发相应认证证书,准许使用相关认证标识。 这些APP,你用过几个?